看見銀行外面有人在交易 大批警力上前包圍 你東西都不要動 等一下動都不要動 因為黑外套男子手上 還拿著平板跟一個綠色紙袋 員警趕緊把東西搶過來 東西不要動 我們這邊也有錄音錄音 男子追著嗚嗚 還強調自己有錄音 原來他自稱是記者 卻威脅要被害人交付險機 我有錄音 沒關係我們這邊也有錄 他叫我不要爆 我們去警察局走走走 原來這名誠信被害人 是內湖某間科技公司的資訊主管 日前接到這名自稱是記者的電話 說有婚外情證據 並出示照片 的確有進出摩帖的畫面 強調若付了150萬 就不會報道 被害人嚇壞了 趕快報警求助 警方準備了假鈔 雙方相約在中山區銀行面交 員警趁著刪除照片後 上前逮人 當場人贓巨貨 遭到送辦 會同被害人 辭150萬元假鈔前往面交地 見雙方交付後 立即將犯嫌逮捕到案 循後將犯嫌依刑法 恐後取材罪嫌 移送台灣台北地檢署偵辦 警方調查這名自稱記者的嫌犯 的確持有照片 但記者正沒有公司名稱 強調是收到爆料信 疑似假冒身份要勒索現金 雖然照片已經刪除 不過警方仍然查扣手機 要還原相關事證 追逐照片來源 TV新聞最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